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疫情下仍然积极参加投票 但不少人为了避免正式投票日的拥挤 而选择了提前进行投票 接下来问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加拿大大学应阻止中国获得高科技机密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采取措施 拘捕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机密的学者 取消美国大专院校中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留学生 和研究人员签证等措施的情况下 安全专家们呼吁加拿大的大专院校也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学者和留学生接触加拿大的高科技机密 据RCI报道 前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法登 曾经对中国在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提出过公开警告 他认为在美国强力对付中国学生和学者 窃取美国高科技成果问题的情况下 如果加拿大不采取类似的措施 就会成为中国科技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 加拿大102克拉钻石本月拍卖 为世界最贵钻石之一 加拿大的一颗102克拉钻石本月开始拍卖 预计这颗钻石将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钻石之一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 这颗钻石于2018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维克多矿出土 它是从一个271克拉毛胚钻石中切出的 大小相当于一个小鸡蛋 然后经过切割并抛光 整整超过一年的时间 东罗多市高端珠宝设计师里纳阿鲁瓦利亚说 该钻石为兔形钻石 是天然钻石中纯度最高的钻石之一 钻石中只有约1%到2%为兔形钻石 其颜色等级为D 他称这一钻石为大自然的奇迹 BC省宣布这些城市将禁止一次性塑料 BC省环境厅长贺乔治昨日宣布 批准列治文、维多利亚、乌克莱特、萨尼奇和托菲诺这五个城市 实施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复利 这些城市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启动复利 阻止塑料购物袋、吸管和外卖发泡胶盒等废物流入海洋和垃圾填堆区 据大华网报道 出席记者会的列治文市长马宝定 对省府的宣布表示欢迎 认为是里程碑式的重要一步 他强调仅列治文每年丢弃的塑料袋、吸管、泡胶容器等垃圾 就有约3500万个 如果能将这些产品从垃圾厂去除 相当于减少660吨垃圾 再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WTO裁定美方向中方征税措施违法 9月15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组裁定特朗普政府 对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是违反该组织义务 消息一出 中国商务部方面对此迅速进行了回应 据大华网报道 发言人表示 中方尊重世贸组织规则和裁决 希望美方充分尊重专家组的裁决 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采取实际行动 与中方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相向而行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中美贸易战于2018年7月6日正式打响 截至目前美国仍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保留高额关税 美国称中国强迫劳动侵犯人权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 由于中国涉嫌侵犯许多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 将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部分产品 发布五项禁止进口的暂扣令 据BBC中文报道 美国官员说 许多在新疆制造的产品是在强迫劳动下生产制造 包括一个被美国称为集中营的职业训练中心 此项禁令针对五个向美国出口服装和其他棉制品 以及计算机部件和美发产品的厂商及实体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秘书库奇内利对媒体说 针对这些非同寻常的侵犯人权行为 美国需要做出非同寻常的反应 美财长证实收到甲骨文收购TikTok提案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说 美国政府已收到甲骨文提出竞标TikTok美国业务的提案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回绝了微软提出的收购提案 据大华网报道 姆努钦告诉CNBC 财政部周末已经收到甲骨文相关提案 本案将交由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 姆努钦谈到的解决方案是甲骨文作为数据合规伙伴 类似苹果在中国由云上贵州进行数据合规的方案 并不涉及之前特朗普提到的要求TikTok出售 也不涉及TikTok的核心技术转让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中欧正式签署近年来首个重大贸易协定 新华社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晚 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会晤 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 中欧领导人宣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据商务部官网9月14日 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与德国驻华大使葛策 欧盟驻华大使玉白正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该协定谈判于2011年启动 共历18年 2019年底中欧双方宣布结束谈判 中方已同意并愿意安排欧盟使节访问新疆 9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欧方表示在9月14日举行的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中 双方谈及了人权涉江香港等问题 欧方向中方表明了有关关切 据中心网报道 汪文斌表示 中方已就昨天举行的中德欧领导人会晤 发表了详细的新闻稿 关于人权问题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 最后为您播报一条趣闻 美国队长回应私密照泄露 感动全美 陶总克里斯艾文斯不小心泄露自己的私密照这件事 完全可以记载进2020大事记里了 全世界都会记得美国队长的这项壮举 据留言网报道 陶总应该不是故意发的 只是在相册列表截图的时候 忽略掉了角落里的dig pic 结果就把私密照发出去了 他这一不小心直接把全世界网友炸翻了 一时间不管国内国外 陶总的话题都开始在热搜榜上飙升 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感谢美国队长舍身拯救世界 为黑暗的2020年带来一抹喜庆的曙光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雪燕传媒的网页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